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去拜客 千万要有礼貌 不可鲁莽 我知道了 你看 老弟 你太客气了 哪里 前辈德高望重 晚生应该来拜见的 武林同宗 都是自己人 你们从高丽回到中国来社馆 我应该尽地主之意 如果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地方 你尽管说好了 以后还请前辈多多指教 指教不堪当 所谓英雄出少年 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 不过 苍州这个地方情形有点特殊 尤其是武术界 我知道 你们年轻人血气放钢 爱打不平 不过 对日本人的黑熊武馆 千万不能胡来 在礼貌上也应该去拜访他们一下 好 谢谢前辈指教 我走了 请留步 请转告令兄 改天老朽一定是拜好的 请前辈多多指教 改天见 为什么要改天呢 现在就去嘛 不好意思 头一次见面 咱们一见如故 再说你是来客 我是主人 我应该请你喝一杯 早 小谷哥 还是老回去 二十个水饺半斤高凉 不 今天有客 吃烤一点 好好好 一碟牛肉 一碟豆腐干 五十个水饺一斤高凉 好 不要客气了 随便吃就行了 就这么多 吃多了我也付不起 五杯五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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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观五 六 六 七巧七巧 喝 喝 喝呀 一千五杯五杯 六六三杯 满六 一定高三万 大叔, 他們又沒給錢就走了 走啊 二位 二位的緊張 記上 記上 這 這成什麼世界啊 你, 你說什麼 老婆媽的 老婆媽的 坐著, 我就看不慣這種狗仗人士的東西 他們是什麼人 黑熊武館的徒弟 黑熊武館 他們仗著館長是東洋鬼子 專門在外邊欺壓良民 那牙門裡就不管嗎 平均一帶都怕東洋鬼子 別說這種小地方 老子就不怕 對 老兄 你也該替我們中國人落落臉了 走著 秀姑娘來了 大叔 半金白乾, 一包花生米 二娃子 給秀姑娘打酒 是 大爹的風勢好點了呀 還是老樣子 酒不戒怎麼會好呢 戒酒 酒是世界上最好的東西 為什麼要戒啊 對了 酒的好數太多了 尤其是酒的下面一個字 梁尤你在賭道 鐵que 天小姨 一片 小兒 走 哼,想走,沒那麼容易 你們想怎麼樣? 乖乖的,給大爺們嗑三個想頭 你要不要再相信我 你很想從我和你一角落 跟你們的東西一起走 你也不可以看你 你也不可以看我 你會看到我 你要別的地方 你又不可能 你要不要上去 你不可能 不能除暴安良, 还练个屁的舞 老子就不相信他能吃了我 好 你这手最痛快 打得好 看你以后猫不猫女人的屁股 好 咱们骑着毛里一看唱本走着瞧 随时等着你 有种没有 有种的 报个嗜好出来听听 何其道苍州非营道馆 范威 走 小范哥 你真有两下子 老婆 这是赔偿你的损失 回去啊 回去 秀姑娘 你的酒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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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非营道馆是三个师兄妹开的 刚从高里来 什么武功 和气道 而且他们今天已经去各门各派拜过客了 好 我们家来过吗 要是把你摆在眼里啊 就不敢打你的徒弟喽 我带几个人去把和气道馆砸了 慢着 难道大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就这样栽了吗 不 大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永远是无坚不摧 耳闻高丽和气道 是抗日地下组织 我想他们几个人 也许是高丽派来的 那么我们更要马上把他们消灭 不 暂时不要打草精神 看看他们有什么后台 对 等他们来拜访的时候 咱们问问他 要是他们不来呢 那我们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现在好多了 这个拿回去吃 明天再来一次就可以了 谢谢 谢谢 先生 这是一点小意思 你老别客气 我们失忆赠药 不收钱 你们真太好了 谢谢 谢谢 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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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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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们的理由 还有病 请 请问哪儿不舒服 我得的是怪病 我要他医 好 我来给你看 好疼啊 你哪儿疼啊 我 我 我头发疼 头发疼 有这种病症吗 哎呀 哎呀 好疼啊 我看是存心来捣乱的 哎呀疼啊 对不起 啊 我们智慧爷跌打筋骨 这种奇难杂症 我们不会医 不会医啊 那你们挂什么牌啊 是啊 不会医挂什么牌啊 我会医 哎你真的会医假的会医啊 当然真的会医了 而且保险里立刻见叫 你告诉我 哪儿疼 这儿疼 这儿疼 这叫拔草除根 永绝后患 这跟一牙是一样 哪儿疼就拔哪儿 疼不疼 这儿疼 要是孩子再拔 不疼啊 哎 师弟 什么 你们想打架 来呀 告诉你们 怕者不来 来者不怕 哎 三位不要生气 这完全是误会 什么误会啊 你们挂牌新衣 就应该替病人看病 为什么出手伤人 我从来也没听说过 一个人的头发会疼 但是因为你少见多怪 你要怎么样 你把拔下来的头发 给我一根一根的给 按上去 这是我师弟不对 我们愿意向三位道歉 什么 把病人的头发拔下来了 道歉就行了 好 我赔点医药费给你们 不行 那三位的意思 如果说不能把头发 照着原来的样子 给装上去 就不要在这儿现世 赶快摘下你们和其道的招牌 滚远远的 你他妈的 我看三位是到这儿来找茬的 你很聪明 好 我去现场 跟三位领教领教 走 走 快走走走走 你 你一定认识他们 你一定认识他们 昨天跟他们打过架 你总喜欢闯祸 他们喝酒不给钱 挑戏梁家妇女 还把少林船的徒弟 小老虎打了 你说我能不管吗 他们是不是街边上混混的 不是 都是黑熊武馆的徒弟 黑熊武馆 沧州有这一号吗 有 你昨天有没有去败馆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是日本人开的馆 师兄 你怎么忘了师父的教训 武术同宗 四海一家 是不分种族的 我们为什么要去败通关鬼子 师弟 话不是这么说 你既然闯了祸 我们不能不去败馆 免得再引起误会 师兄 你换件衣服 马上去 好 我也去 不必了 你去了 反而会把事情弄僵了